1995年,一位名叫梁强的兵哥哥闻名中国,他貌似救下全车27人的性命,自己却重度烧伤严重毁容。 面对这种情况,女友对他不离不弃甚至说要嫁给他,最终怎样了?两人结婚了吗? 1975年,梁强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,梁强的父亲也是一名解放军战士,从小就注重对梁强品德的教导,并且注重培养梁强坚强的品格。 受到了父亲的影响,梁强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军人,并且他也为了这个目标在不断地努力着。 小时候的梁强家里摆满了书籍,梁强最爱看的书名字叫《钢铁是怎样练成的》,初中毕业之后,梁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一所技校,在那个年代能考上技校已经很不错了,从技校毕业的人基本上都会有铁饭碗,可以说下半辈子不用愁了。 但是梁强早就有了自己的想法,他从小就梦想着将来能当兵报效祖国,此刻他同样也一无反顾地选择在龙昌参军。 在部队里,梁强对待自己的事情一丝不苟,每天按时完成自己的任务,还会主动去学习新的知识,掌握更多技能,部队里的队友都很信赖他。 1995年3月,当兵几年的梁强第一次回家探亲,这些年在部队里,梁强取得了不少的荣誉勋章,他的性格也因此变得更加坚强。 此时,他坐上了回老家的大巴,正在车上望着窗外的风景,思念着家中的美食,还有母亲做的家乡菜,但他却不知道,一场噩耗正悄悄来临。 当汽车行驶一半的时候,突然停了下来,司机下车查看之后,才发现是没油了,出发之前,司机抱着侥幸心理,想着到终点站在加油,但是却没想到汽车跑到一半就没油了。 司机在此时也着急不已,他先让乘客们稍等一会儿,接着就去附近的加油站,用废旧轮胎做了一个简易的油带,想要自己先把油装进去。 常年在部队里的梁强,看到司机的行为,马上就理解了他要做什么,他赶快下车,阻止了想要打开引擎盖,直供流油的司机。 但司机哪里听得进去他的劝阻,直接将油浇了上去,但是却没想到,在车启动的一瞬间,熊熊大火也燃烧了起来,并且引燃了在内胎里的汽油。 此时车里的乘客也吓得惊慌逃窜,说时迟纳失快,梁强赶快爆起燃烧的内胎,就直接跑出了人群之中。 此时梁强的身体已经燃烧了起来,他努力地想要扑灭身上的大火,但还是无济于事,车上的乘客也纷纷过来帮忙,当终于把火扑灭之后,梁强也变得奄奄一息。 当梁强被送到医院的时候,医生也吓了一跳,只见他全身都有不同程度的烧伤,脸上的皮肤也根本看不出来原本的模样了。 他貌似抱下一团伙,救下27名乘客,自己却被严重烧伤毁容,他就是军人梁强,一个伟大而又坚韧的人,面对这种情况,梁强女友不离不弃,坚持要和他结婚,如今两人怎样了? 医生联盟对梁强进行了紧急抢救,最后终于脱离了危险,但他却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。 只见梁强身上80%都被烧伤,身上一些部位甚至露出了骨头,而他的面部也有不同程度的毁容。 当梁强恢复意识的时候,看到的就是一个全身缠满绷带的自己。 此时的他就连进食都极其困难,每日只能吃一些流食, 而他想看一下自己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,却总是被护士阻止。 此时的梁强内心渐渐地发生了一些变化,他想看一下自己现在到底变成什么样了, 家人也一直阻止自己照镜子,难道自己毁容了吗? 最终家里人拗不过梁强,让他去镜子面前看了自己的样子。 当他看到自己的样子的时候,还是忍不住黯然神伤,他的整张脸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。 脸部已经完全毁容了,看不出原本的样子。 而且梁强胸前的肌肤更是被烧得体无完肤,更不用说他的手指和手臂了。 为了能让自己恢复得更快一些,梁强进行了多次的皮肤移植, 每次皮肤移植都痛苦无比,但梁强都一一坚持了下来。 而事情发生的第二天,梁强远在老家的女友苏静就赶快赶到了医院看望梁强。 苏静和梁强是初中同学,两人从小一起长大,对彼此也很熟悉,但上学时期的两人还只是同学关系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苏静和梁强的联系逐渐多了起来,这两个年轻人也彼此确定了心意。 参军之后,他们经常通过书信联系,甚至还约定了在不久的将来结婚。 但是却没想到,这对小情侣却要面临这样的考验。 当苏静在医院看到梁强的时候,便忍不住流下的眼泪,在梁强昏迷不醒的时候,苏静一直默默地陪在他的身边照顾他。 梁强醒来,看到疲惫的苏静,心里顿时明白了几分,但同时他也对自己的容貌产生了深深的自卑感。 苏静是个好女孩,自己不能耽误他。 抱着这样的想法,梁强一反常态,对苏静越发地冷漠,想要用这种方式让他知难而退。 但两人已经相识多年,苏静对梁强的性格是在了解不过了,他已经打定主意这辈子都跟着这个善良的男孩, 此时正是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,自己怎么可能会离开呢? 面对梁强的冷漠,苏静并不放在心上,还是一如既往地对梁强好。 看到苏静这个样子,梁强再也忍不住了,他将自己心里的担忧都告诉了苏静, 在得到苏静肯定的回答之后,他决定自己要一辈子对这个姑娘好。 在出院三个月之后,两人就在老家举行了婚礼,双方父母很是满意, 这对新人在双方父母的祝福下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庭。 27年梁强为救27名乘客,貌似爆下一团火冲出车外,而自己却全身中毒烧伤, 面对这种情况,梁强女友选择不离不弃,如今两人怎样了呢? 结婚之后,梁强又回到了部队,部队领导在了解了梁强的情况之后, 特地给他安排了一个清闲的职位。 但梁强却拒绝了这样的优待,他坚持要从原本的基层部队并且决定从头开始练起。 也许是小时候的那股韧劲又出来了,梁强从部队的带兵排长开始干起,坚持每天都训练。 作为排长,训练肯定不能比下面的人少,也必须让让人心服口服,这样才能做出一个好榜样。 大伙将梁强的汗险烧坏,每次训练流汗的时候,梁强的皮肤都会撕裂,甚至还会流血,但他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,梁强的身体素质已经和刚开始没有太大的区别了。 当体能跟上来之后,梁强知道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他知道自己的学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,就在部队一边训练一边学习,通过自学考上了大专,并且还获得了本科学历。 苦难并没有打倒这个不屈的战士,仿佛变相地打通了他的任督二脉。 那时候,电脑技术成为战士们都需要学习的新知识,为了掌握这项技能,梁强自费6000元买了部队里的第一台电脑,坚持不懈地学习计算机技术。 后来的梁强还考取了计算机二级证书,并且将自己学到的计算机知识分享给团里的人。 部队里的人提起梁强都无一例外地竖起了大拇指。 这还没完,梁强还自学了法律、编程、软件等技能。 也许梁强之前的遭遇对他带来了巨大的伤害,但是却同时造就了他不屈的意志。 这些年来,苏静了解到丈夫有一颗不屈又上进的心,对梁强给予了无限的鼓励。 婚后几年,苏静生下了一个女孩,有了女儿之后,梁强更加享受家庭带来的温馨了,苏静娘俩就是梁强的全部。 对于苏静这些年来的理解和照顾,梁强内心感动得无以复加,他深知自己无比幸运才能遇到这样好的女人,所以只要回到家中,他都会将全部的事件用来陪伴苏静和女儿。 而苏静平常只要有空,就会带着女儿去部队看望梁强。 梁强的事迹被争相传颂,有人问梁强的女儿是否害怕爸爸脸上的伤疤,女儿一脸骄傲地说道,那是爸爸的军功章。 梁强在自己的自传体中写道,虽然自己不在健全,但军人岗位的神圣会照亮他的残缺,让他变得更加美好。